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個指點拉指帶向左做等加速運動 每隔0.1秒 這0.1秒就是打點計時器的週期 兩點之間間隔0.1秒 打兩次之間的間隔時間是0.1秒 若所得數據就是這個 因為它在這裡打 這個帶子被這樣拖走 所以它在這上面會打出一點點 而且距離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它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的話 所以這個頂跟頂之間距離就會越來越大 好 這是它的記錄 那麼他們說 通過R點 它的順時速度的量子 我們知道說 等加速運動 這個兩個時刻 就是說 就兩個時刻之間 它的平均速度 就是等於中間那個時刻的順時速度 比如說P這一點 它的那個順時速度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這兩點之間的平均速度 就V1bar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兩點間的距離是12 只有一個週期兩個週期 這兩個T 就是0.2 所以60 所以這60公尺 公分 60公分每秒 60公分每秒 好 那同樣的道理 Q這一點 它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 這兩點之間的平均速度 就是VQ 等於是V2bar V2bar 這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這是20 20除以0.2 這剛好是100 100公分每秒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算交易度了 這一點的順時速度 跟這一點的順時速度 小的 所以那個平均交易度 就是等於順時交易度 因為它是等加速運動 也就是說 順時交易度 是等於平均交易度 這個是等於 速度變化 ΔV 除以ΔT ΔV的話 是等於這兩個速度變化 100-60是40 除以0.2 這個 這剛好是200 200公分每秒 好 那現在 現在的話呢 這個R這一點 它的速度是多少 叫做VR 我覺得從這一點開始算 就是VQ嘛 VU當然是初速 從這裡到這裡是0.1秒 再加上AT V0加AT VQ是100 加200 乘以0.1秒 因為從這裡到這裡是0.1秒 那這100加20 就120 120公分每秒 所以答案是120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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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